你觉得我跟安波怎么样 跟安波 跟你 韩清离婚 不会是因为你的介入吧 我没有介入 那就是暗恋 也没有暗恋 那你说要跟她在一起 我讨论的是可行性 未来的可行性 她现在是单身 我也是单身 你觉得可行吗 那我问你 你都喜欢她什么 第一 她出生的日子 六月十八日 我喜欢这个数字 第二 她的高考成绩好 说明她的智商不错 第三 她跟同事们很能相处 在办公室里 所有的编辑都喜欢她 以后我出去应酬 只要她在我身边 我就不用说话了 第四 她办事很有条理 又仔细 靠谱 第五 她的脾气比彩虹好 我说什么 她很少生我的气 第六 行了 不用再夸了啊 我知道韩姐是个好姑娘 那我问你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她呢 还没开始 可行星不高我就不开始了 我知道你现在擅长做可行星报告 但是感情这种事情不是在做项目 我查过了 江州市的离婚率是百分之三十 二婚的离婚率是百分之六十五 她要再婚的话 我获得幸福的概率并不高 所以我犹豫不决 幸福的事跟概率也没有太大的关系 就算你喜欢她 那她现在喜欢你吗 我不知道 我知道 看不猜出来 那你这不是烧火棍子一头热吗 这是什么意思 只是说 可能心不高吗 不过自从安博出事之后 我还是第一次听你说 对女人感兴趣 那我问你 在你准备交女朋友之前 你学会案子了吗 我跟安博从来没有吵过 我当然知道了 安博是你的心理老师 她是研究这个的 她理解你呀 但韩清不同啊 不 我不要吵 一个吵我能吞下两百七十种的细菌 没有吵 没有朋友 你跟韩清在一起 是一定要学会吵的 懂吗 没关系 你要是想学的话我可以教你了 其实特别简单 就这样 这就是 女孩子的嘴唇 懂不懂 看着啊 一定要慢 缺豆了之后 懂了吗 试一下 你有点感情好吗 我没有感觉 给大家看看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